知情者,范冰冰逆求北京睡觉,不许关灯母回国协查,近日盛传中国女星范冰冰遭有关部门留置约谈现已或是被限制出境,但有知情者6日向新唐人透露范冰冰并没有被释放,一直关押在北京一个秘密地点,睡觉也有人看着不许关灯,范冰冰的妈妈已被迫回国协助调查。 广告,8月6日,有知情者向新唐人透露,我家人正在审理范冰冰的案子范冰冰并没有被释放,一直关押在北京一个秘密审理的地方睡觉,也有人看着她不许关灯,手不能放进被窝自由环境极为苛刻。 该知情者还说今日,范冰冰的妈妈也被迫回国了,但奇怪的是并没有抓她,而是派警察上门谈话,还要求态度要好,而且当局者似乎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案子比较好,暂时还没有拿定主意。 在此之前舆论盛传范冰冰设阴阳合同逃税案,与其经纪人穆小光在7月29日被逮捕,两天后范冰冰获准离开,但经纪人因毁灭证据,仍未被释放。 范冰冰也称,江苏警方已介入范冰冰阴阳合同逃税案,其身边多名工作人员被警方采取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 范冰冰与其刚出道,不久的弟弟范诚诚,已被限制出境。 台湾资深媒体人许盛梅,8月1日在节目上中趁她打电话,向范小光的朋友求证,对方透露范冰冰在一个多月前已经被有官,部门带走同时消失的还包括范的经纪人,范小光与公司会计,行政助理及公司挂名老板等人许盛梅还披露。 现在范冰冰与沐小光等5人已被移送北京不是关在监狱而是以协助调查的名义,囚禁在北京某个秘密宾馆中的国之声报道,说现年36岁的范冰冰,以往在微博上一项相当活跃,她的粉丝数量也相当庞大,超过了6500万。 但是自从6月2日以来,范冰冰的官方微博就再也没有更新过,她当天发出的最后一条微博内容,是关于其发起的一项慈善医疗活动。 路媒引某知情者的话披露,自央视前主持崔永元5月底爆料范冰冰采用阴阳合同,只在片场演出4天共拿走6000万元人民币片酬之后,中共税务部门开始调查范冰冰案件。 8月3日台湾中央社引述知情人士指范冰冰一阳合同案震动,中南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下令彻查明星逃税,于是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展开行动中共中宣布,文化和旅游部,税务总局,广播电视总局,电影局,6月27日,曾联合印发通知, 要求加强对影视行业添加片酬等问题的治理控制不合理片酬推进纳税,促进影视业健康发展报道说,当局第一批已锁定片酬超1000万人民币,的明星近200人还有多名台湾演员,在大陆有天,王级片酬的彭于燕,霍建华,赵又婷,阮经天等人在列, 由于台湾艺人在大陆赚钱要弄回台湾,多半渠道不尽合法合规可能更经不起调查港媒消息,中共税务总局目前已下达指令,对明星工作室等采取些税制,由原本只需缴纳总收入的6.7%,飙升至42%,并已于8月1日生效该指令中还要求工,做事补缴今年1到6月的税费, 又关闭工作室注销渠道艺人想将工作室结业也做不到,报道说新税制,将对大陆娱乐圈造成重创,传当局第一批所定的上述近200个明星需补缴税金暴涨,14倍《苹果日报》引述某大陆,电影公司高层张先生的话披露,在新税制下由于成本大增,制作公司目前已经叫停了至少70部影视作品报道, 还透露范冰冰因社签阴阳合同,目前已遭官方封杀三年,任何电视剧及电影都不准请他拍摄,而范冰冰此前接拍的三部电影,目前也已经全部换人。